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家族旅行的第二天喔 那我現在要去拿早餐喔 我們先吃麥片耶 大家出來晚帶這種不到兩個月的小孩 出來晚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我早餐幾乎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加油加油 要打40個才有下一次喔 來大家猜前面這個是什麼東西 它不是吸塵器喔 它是一個 空氣除菌裝備喔 也有倒塗器啦 那現在應該是在 消毒空氣吧 第一次看到耶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家族旅行的第二天喔 然後啊 這間飯店很特別 它的早餐竟然也在這個 森林圖書館裡面用餐喔 那這個飯店真的是很標榜 就是一個 家庭的旅遊的飯店喔 真的非常的棒 南天菌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玩了 非常的好喔 不要來煩我們吃早餐 已經 已經有第二個小朋友了喔 真的是 旅行真的非常的累 我還要拍片喔 那我現在要去拿早餐喔 記得我有沒有講飯店的價格喔 那這一次飯店的價格 是一個大的 是八千塊日幣 早餐我們是另外加的是 一千六百五十日幣吧 不是 一千六百八十 一千六百八十 一六八零日幣 那加一加就是快一萬日幣一個人喔 早餐我稍微拍給大家看喔 那比較都是一些簡單的日式料理 那還算豐富啦 那以這個價位一六八零喔 就是基本的配備而已 大家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好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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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倒蠻特別的 蠻多不同種類這些 這個 這個蛋喔 好多種類喔 一二三四五種 我昨天有吃這個蒸野菜非常好吃 然後等一下再夾這個來吃 哇 今天Renkun化身成蜘蛛人 Spider-Man 來Spider-Man 咻咻咻咻 咻咻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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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有的 喔 Renku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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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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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吃麥片了 喔 現在是它的用餐環境 那這邊有一個不算大的落地窗 大家都是光著腳丫的 直接接觸到這個人工草皮喔 那就是標榜就是接觸這個假的大自然 這個是我講的 不是這飯店講的喔 出來晚帶這種不到兩個月的小孩 出來晚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對不對 我早餐幾乎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一直哭一直要爆 那第一胎 這個Renkun主要是喝奶粉 那不太用爆都在睡覺 第二胎主要是喝母奶 就需要媽媽或是我要一直爆 那不爆很容易就會醒就會苦喔 真的是肥育長的累喔 從這個這邊滿滿的是人吃到完全都沒有人 我還沒有吃完早餐 剛好可以拍一下整個環境給大家看 喔這個小條皮又來了 我的天啊 你知道為什麼它沒有穿褲子嗎 你看它剛剛把褲子弄濕了 加油加油加油 要打40個才有下一次喔 沒打到加油 媽媽你幫忙媽媽幫忙喔 加油加油加油 唉唷58個捏 有了有了好下去 一喲 有我打 geld 我打到 我看到你打 你看 看你 有 你很快 有 一喲 你很快 你很快 吃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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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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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泡溫泉的地方 然後這邊泡溫泉的前方 有一些設計的巧思 然後這邊有一些釣椅 這邊有一個長桌 也有USB 也有充電的 最特別的是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類似 錄影圍爐的地方 然後左前方這個是樹屋 是可以上去的樹屋 那它設計上非常多的巧思 那就是模擬在戶外錄影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放這個柴火 那這個柴火就是真的柴火了 它放了非常多的雜誌 然後這個地方非常適合耍廢 雜誌很多 然後這邊有放一些很老式的相機 那我看到很多老年人來這邊泡湯 然後來這邊放鬆一下 然後這一個飯店有一個非常貼心的做法 就是它可以無料的可以就是 12點中午12點在check out 那是不用錢的 然後你10點就是要把房間的行李收拾好 放在這個櫃台或是放在你的汽車上面 那12點之前如果你還沒離開 那可能就要加錢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非常的貼心 因為很多都是這些帶小朋友來 那小朋友其實要照顧他們非常的花時間 然後多了這兩小時 可以讓我們更悠閒的在這一間飯店 旅遊跟休息 真的是非常棒 我覺得很多飯店 特別是親子飯店 都應該要學習 哇 這是另外一個休息區 哇 環境好棒喔 這邊有人在看書 我就不要打擾它 非常多的設計空間 真的非常適合來這邊耍廢 待上一日 YA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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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也沒有說很高 那如果喜歡我們 就是再介紹更多北海道飯店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北海道女婿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了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